我们看裁判 刚刚开场裁判就把双方的 吹了一个无球队员的犯规 原来是两个球员在内线纠缠在一起 应该是我们看到林志杰跟展晓川两个人 对 看一个是北京来者不善 再一个广煞在主场 也是不会善罢甘休 这个人两个人应该说都有动作 好球 突进去了一个背传 漂亮 背抗之后霍尔曼是把球打进 对 这个球失误有点莫名其妙 然后川自己来 台湾哨没响 转过来广煞的反击 林志杰三分有没有 有了 林志杰延45度突破 一个够手 林志杰这边完全空位 但是自己没有调整好 霍尔曼半截了 好球 防力打哨响了 2加1 2分有效 林志杰打成2加1 4分 王正半截篮有没有 马不理 宽田时候还在看马不理啊 中头 有了 塔哥 往里突 上反篮打成 出来张静鹏突进去 上篮就被盖了 鼓篮也没有 再抢下篮板 争球 我们要看一下 办公做回放这个球 这个是好球 底线的角度很难看清楚 最后这个球权也确实是好 判断 最后一次进攻 三秒两秒 防得很到位 三分处 进了绝杀 又来的球 投了一场最后终于解决问题 难以置信 帕哥这个球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 广沙是凭借 帕哥最后的绝杀 以100比97 击退了来访的 卫农国军北京首钢队 结束自己三连败的同时 也是再进一步 提升了自己的战绩